大家好,我是王金元,欢迎收看双城记 涉及亚洲第一女富豪龚如新的遗产争夺战上周再度燃起了烽火 而这次吸引人们注意力的焦点除了龚如新留下的价值1000多亿港币的身家外 一直神秘地隐藏在幕后的这笔财产的唯一继承人陈振聪也跃上了前台 陈振聪与龚如新关系的玄妙之处到底在哪里 香港高等法院的庭审又是否可以了却龚如新的身后事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两位香港的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下 他们一位是香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马家辉先生 还有一位是香港著名的风水学专家麦玲玲女士 两位好 你好,主播 主播好,好,两位好 那么两年多前有着亚洲第一女富豪之称的龚如新因病过世 享年70岁 从1997年龚如新以相当于英国女王五倍的财富 首次入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 到后来他和公公王亭新七年的遗产争夺案 他生前始终被怀疑的目光包围 而在他死后他留下了千亿遗产 却引发了一场世纪争夺战 龚如新死后留下了千亿家产 而膝下无儿无女的他曾在2002年立下遗嘱 此后全部财产划播给他与王夫王德辉一起设立的华茂慈善基金 以类似诺贝尔奖的方式从事慈善事业 然而就在龚如新逝世后的第四天 华茂慈善基金却被曾经陪伴龚如新七年的御用大律师麦智里告知 龚如新的遗产受益人另有其人 此后社会各界纷纷揣测这位神秘人的身份 而这个人就是陈振聪 麦智里公布了龚如新和陈振聪的合影 并指出龚如新在2006年重新立下遗嘱 已经将所有遗产交给陈振聪 现在我们明白很多人会问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是 Mrs. Wang选了Mr. Chan 为她的利益人 Mr. Chan相信 她的意思是她认识了她的理性 她的理性 与她的计划 她的理性 与她的理性 她的经验 前一时她的经验 在世上的障碍 她的认识了 她的认识了 她的一个人 显然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遗产争夺战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华贸基金和陈振聪都提出过和解协议 但最终都不欢而散 5月11号遗产案在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开审 庭审将持续到9月中旬做结案陈词 开庭当天